今年出了个事有点毛骨悚然 这个传奇超模欲赞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他曾经因为美貌闻名世界 但年仅24岁就在自己家门口 在自己的丈夫和女儿面前惨遭毒手 那为啥最近这个案子又被翻出来说呢 因为有人在图书馆一本写谋杀的书里边 发现了杀害超模的凶手 亲笔写的密码笔记 受害的超模安格涅斯卡是个波兰女孩 她出生1972年8月 她的人生就是个传奇 17岁就进入了模特行业 成了波兰时尚街一颗然然生起的星星 18岁那年安格作为婚纱模特 在波兰走秀 下了活动之后 一个看着30来岁的男粉丝 主动过来扎膳了 还说要送她回家 安格当时很年轻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一天 这个男粉丝心里边 已经埋下了一颗邪恶又偏执的种子 这个男的叫做杰姿 当年31岁 他早就看上安格了 整天偷窥他 尤其这次婚纱走秀 惊艳到他了 从那一刻他就觉得 这个女孩必须是我的 这不因为送安格回家 拿到了他家庭住址吗 这个杰姿呢 就开始疯狂的写信轰炸 第一封信写的是小矮人和公主的事 就是在影射他和安格 后边他还写信给安格求过婚 那不仅如此呢 这个男的特别变态 他开始穿上红色的外套 打扮成小矮人的样子 跑到安格家门口 跟着他去学校 安格呢虽然感觉不得劲 只能冷处理 就不搭理他 自己呢就撞房了上学 做模特 然后谈恋爱 1991年的安格就掌握了 国际小姐选美大赛的冠军 这是波兰历史上的第一次 那年呢安格才19岁 就已经成了文明世界的国际超模 随着海外活动风生水起 安格和男朋友 一去到了纽约 并且完婚了 还剩下了两个人的女儿 这几年是安格人生中 最幸福和辉煌的日子 一直到1996年 1996年那年啊 可以说太跌宕起伏了 对于安格来说 7月安格本来打算 飞到巴黎出席活动了 结果工作有点问题 长岛父亲坠毁了 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这几乎就是劫后余生了 所以安格可能感触很深 就和丈夫孩子 搬回来见乡波兰 这么大的事 肯定上报纸了 结果呢 这个事呢 被当年那个疯狂的粉丝 节字又看见了啊 六年了呀 他居然还惦记着安格 看到偶像回国啊 他心里那种阴暗的情感 再次被点燃了啊 那会儿虽然通讯 还没有多发达 但是真要下狠心 查一个人的电话住址 也没多难 压抑了六年的嫉妒 迷恋一旦爆发 竟然是个毁灭性的 这个男的已经魔争了啊 他看见安格结婚生子 他觉得本该属于他的女人 背叛了他 打电话给安格破口大骂 说我爱过你 你浪费了我的生命 一个月之后 丧心兵狂的他 直接拿刀冲到了安格家门口 先刺上了安格的丈夫 又趁着所有人没有防备啊 刺上了安格的胸口 一刀接一刀 最终把安格在医院不至身亡 这个凶手杰姿 后来自首了 居然只被判了15年 2012年他就被放出来 但后来又持刀攻击过别人 但也行买释放 然后呢 前一段时间 就前段时间啊 当时有个波兰人 他去图书馆 随手拿起了一本书 叫做《凶手之歌》 就看到里面写了一段 潦草又晦涩的笔记 这个读者还挺敏锐 他就拍下来 发给了作者 说啊 我觉得这可能是凶手写的 这本书的作者 叫做依萨 写过不少犯罪书籍 他一看就发现 就是犯人们 写笔记的人呢 对安格案的凶手啊 太了解了 不管是学校 兵役工作还是情感 简直就是凶手本人写的 跟诡异的是啊 他认定超模安格是意外死亡 还泼脏水 说是安格的丈夫 谋杀未遂 更drama的是呢 经过熟悉案件的警官证实啊 这个呢 就是凶手杰子的笔记 就真的是难以置信 你说这是什么神经病啊 已经扭曲到了这种程度 话重点啊 本案是证据齐全的 他居然还在图书馆的书里边 写什么神神秘密的密码信 给自己洗地 更毛骨损然的是啊 他还在监狱里边和御友说过 他梦想的就把这事彻底搞定 杀死安格的丈夫和女儿 所以这些年 安格的丈夫和女儿 一直活在悲痛和恐怖的阴影里边 他丈夫就说啊 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就觉得后老少 在长了眼睛时刻提防着 你说受害者始终不得安宁 凶手还在为自己狡辩 所以这种人 到底怎么能把它放出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